《国宝100》渐渐精彩 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天井 那时候十年动乱刚刚开始 在市中心花园的附近 有一个干瘦干瘦的小伙子 穿着朴素 在公园附近溜达 这溜达溜达就盯住了一三轮车 这车引起他注意了 这三轮车今天基本绝迹了 你们今天天天看着大爷大妈骑着买菜拉孙子的那个 不叫三轮车 叫小三轮 咱们说的这三轮车全称叫平板三轮车 你要是没学过它 它可不听你的 会骑自行车的人都骑不了这三轮车 因为骑自行车的人拐弯不是纯粹用靶的 是用带着身体拐 但这三轮车必须用车把拐 因为平板三轮车是中国50年代到80年代 中国大街小巷的主要运输工具 那时候居民搬家基本上靠这种三轮车 没人雇得起汽车 我过去许多著名的家具都是三轮车上买的 或者三轮拉回来的 有套子弹家具就是三轮车上买的 那时北京对骑三轮的有一个称谓 叫做板爷 说的就是登平板三轮车的人 我过去认识好多骑三轮车的 都说自己是搞收藏了 其实一开始就是搞运输的 一个三轮车有没什么好看的 尤其天津这三轮更不好看 因为天津这三轮是倒着骑的 板在前头人在后头骑 车上的东西肯定丢不了 还有一好处是 你要坐这三轮上方便跟你聊天 天津人能砍都是这么来的 可这三轮车有什么好看的呢 因为这三轮上有一车书画 这小伙子是谁呢 他叫刘光启 在天津书画界 这名字大多数人都知道 有人称他刘半尺 意思就是书画打开半尺 真伪立判 著名的书画鉴定大家 徐邦达先生也有徐半尺之称 只要是鉴定书画的 都可以叫半尺 但我告诉你 百分之九十九的画 半尺就知真假 甚至不需要打开 就知道真假 你一看那装表就知道了 好画往外一掏 两头子弹大轴 那画准差不了 一般好画 它的装表材料就好 对鉴定专业来说 真正的难 是鉴定那百分之一 全打开都很难判断 刘光启是1934年生人 12岁就在北京琉璃厂学徒 解放后呢 又在文物商店工作 过去的文物商店 咱们讲过啊 主要的工作是收 次要的工作是卖 民间老百姓 想把自己的这古董卖掉 只有一个徒弟 就是去文物商店 过去的古董行 都是师徒制 都是在未成年的时候 去学徒 一早不一迟 一般头三年端茶倒水 看师父怎么接待客人 然后学成以后呢 跟着师父干 干到自己的感觉 能独当一面了 提前跟师父打招呼 说师父啊 我再给您干两年 我就得走人了 不能说 我说走就走 招呼都不打 没这事 比如说故宫博物院的孙宁舟先生 早年是在琉璃厂啊 做买卖的 他带了两位弟子 一位叫赵家章 一位叫耿宝昌 都是学徒的嘛 文物竞出 只有文物商店的这一个途径 都得从这走 所以你看见 好东西的机会就多 那时候专业也分得清楚 搞字画的就不搞词杂了 所以刘光启肯定是积累了很多的丰富的字画经验 这天他盯着这车字画 凭感觉就知道这里有好东西 正好 这登三轮的呢 累了 停下来歇着 刘光启上去呢 就搭讪 说您歇会啊 刘光启问这登三轮的人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人家也不会理他呀 我们跟陌生人搭讪 第一呢 姿态要低 不能说你是个建定家 人家是个登三轮的 你就说嘿 你干什么呢 那这样谁还理你啊 就得说 哎呦 师父您上哪儿去啊 得问这种不疼不痒的话 不能往深了问 你往深了问 你说哎 师父您这东西准备拉哪儿去啊 那就不行了 套词啊 最大的套路就是 咱俩好像见过啊 这套路啊 今天不好用了 我这儿有一现成的说法 教给你啊 换一种说法 叫咱俩见过吗 把画丢给对方 人家说没见过 说那这次不就是见着了吗 这是一种套词的方法 但其实刘光启一直盯着 是三轮车上的一个蓝布画套 这好画啊 都有一个画套 就跟好剑似的 好剑都有剑套嘛 这画套上面的篇写着 雪景寒林图 这是古画中长画的一种景色 古人爱花四季都有寓意 雪景就是孤寂 登三轮的也不理他 人家一蹬就走了 刘光启呢也不想错过 就骑着自行车 悄悄在后面跟着 他就知道了这东西 要往哪儿去 大约跟了有几里地啊 到了和平区营口到130号 寿德大楼 这车就停了 一打停 那是当时的天津财政局仓库 你一听啊 这地儿就重要嘛 放这东西就保险 这刘光启呢就高兴坏了 他觉得那可能是从张家查抄出来的东西 这东西到了财政局仓库 就算没丢 刘光启怎么凭一个画套就知道这是张家的收藏呢 这事神了 这事不神 过去大收藏家的包装都是统一的 都是自己家请专人来做 比如过去上海工心招所有的收藏的包装都是他家里做的 是特意选料 特意找人 特意设计风格 明白人一看包装就知道是他们家东西 他们家包装上的签都是一个人写的统一的小凯 那这张先生又是谁呢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叔 他的父亲叫张 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 做过公布幼侍郎 总办路况大臣 开栏煤矿的督立 这在当时都是钥匙 清政府京津地区煤矿供应都在张家手里 所以张家的财力非常雄厚 民国后 张义隐居天津 他所收藏的书画瓷器玉器很多 甚至还有钻石呢 而在琉璃厂学徒的刘光启呢 早早就知道天津张书成家有一批字画 其中有一张犯宽的从来密不是人 所以当刘光启从三轮车上看到 学景寒灵图的标签 职业的敏锐 一下子就让他觉得那里可能是从张家查找出来了 这雪景寒灵图是北宋一幅山水名画 国家一级文物 作者是范宽 而这张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因为他最早就出现在宋徽宗边的宣和画谱里 宋徽宗在即位之初就成立了皇家画院 而宣和年间正是画院创作达到高峰的时候 而且也是宋徽宗搜罗历代绘画名作数量达到高峰的时候 宣和画谱就是在这时候由宋徽宗主持编短的 宫廷所藏的名画名作都收入其中 注册的作品数量之多篇幅之大 说它是巨著并不为过 在宣和画谱出现以后 雪景寒灵图就没了 期间大概有六百多年没再出现过 但是它在明末清初安齐边的墨园会观里又出现了 画上有几枚印章 其中有安氏宜州书画之章和思源堂两枚白方印 就是安齐收藏的证明 专家们在结合一些历史资料推断 天津的书画建商家安齐花巨子从收藏家梁清彪手中购买了雪景寒灵图 安齐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因为安齐祖上是大盐商啊 他的收藏还有什么呢 我们讲过展子谦的游春图 还有董元的萧香图 还有王献之谜 福黄平坚 蔡香 范仲坚 欧阳修 王安石 这些名家的书记 全都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名家名作 安齐收藏后 这幅画流传就又短了 也就是从清初到清末 跨过了清中期二十多年 但据说到了光绪末年 这幅画在北京琉璃场出现过 月谷斋创办人韩慈玄手中有一批字画 其中就有这雪景寒灵图 但最后怎么成了张书成家的收藏呢 这其中发生了故事 我们并不清楚 但肯定是张书成从他那里买来的 这幅画在刘光启的眼皮子底下 进了天津财政局的仓库 刘光启一直耿耿于怀 但也无能为力 但世上的事儿无巧不成书 这人和物件的缘分呢 有时候你惦记他 他还真的让你能碰上 这事儿呢 你就听我这么一说 你那么一听 没过几年 十年动荡就消停了 各地都成立了文物图书清理小组 当然天津也成立了 这小组干什么呢 就是把查超来的这些 节后余生的文物重新整理 做档案 那时候是七十年代 懂文物懂字画的人太少了 于是在文物商店工作的刘光启 就被调到了清理小组 他们当时的工作地点呢 在和平区大理道四十八号 是一栋洋楼 工作人员有十几个 除了他自己是文物公司出来的 其他的人都是从什么歌舞剧院 帮子剧团 京剧团调来的 那只有他懂专业 所以就成了总指挥 查超的书画呢 都归他管 而从那批 张书成家查超出来的书画 恰好也转到了他这里 看到了这批东西的时候 他心里 扑腾一下 从琉璃厂学徒时 惦记看学景寒灵图 到看到那画套 再看到这画 这中间有二十几年的时间 刘光启开始检查这批字画 这是一张涓本水墨画 长将近两米 有一米九四 宽有一米六零 咱们开头说过 这雪景应该是很估计 开卷最显眼的就是一座 落了厚厚雪的山峰 画面的最后方 是一片连绵起伏的雪山 画的左边 能看见山腰处还有一座寺庙 围绕寺庙飘出淡淡的雾气 再看看画的右方 翻卷着云雾从天上 由隐而显 由虚而实 飘到湖里 这就是典型的北方山 有范宽山水画的典型特征 高显气颇大 范宽也是北方人嘛 陕西华原人 就是今天的陕西要县 对他的生族呢 没有什么记录 主要活动时间 应该是北宋早期 北宋仁宗天圣年间 他还健在呢 宣河画谱中对他的描述是 风仪翘谷 尽纸书也 姓氏九 落魄不积事故 可知他的个性 狂妄不羁 也不去争仕途的热闹 也没有去考画院 最初呢 是学金浩和里程 时间久了 老觉得临摹也不是个办法 感觉没有出路 也没有自个儿的风格 就天天在外游走 后来干脆搬到山里住了 传说他在山里一坐 就是一整天盯着山看 外面下雪了也不回来 研究雪景 有月亮的话就琢磨夜景 整日就观察山水景致的变化 范宽就这么逐渐成为一家 在北宋时 他的画已经很出名了 宣河画谱注录的宫廷收藏 他的作品就有58件 这幅雪景寒林图 是大陆收藏范宽的唯一一件作品 而对于这幅雪景寒林图 一支争议非常多 到底是不是范宽的 到现在呢 也没有定论 因为这幅画本身无垮 只是在树中藏着一个 臣范宽志四个字 但无法证明这是范宽的亲笔啊 因为在唐宋时期 就没那么样写垮了 很有可能是后来添加的 当时的鉴定大家 徐邦达先生 张恒先生 启公先生都参与了鉴定 肯定了这是一幅宋画 而且创作年代 应与范宽所处的时代相近 这里我们讲一个知识 就是书画篇画 这在书画中常见 中国画里有很多古画 但这些画呢 没画 没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种是画画的人根本就没署名 还有一种是原来这画是大画 后来裁小了 把款裁去了 后人呢 为了牟利 有款才能多卖钱呢 所以就把这款又给填上 填款也有填本人款的 画烂了 款被裁掉了 就把本人的款裁下去了 在填上 还有一种填款呢 是裁下去以后填别人的款 小名头裁下去 填大名头的款 所以呢 这个画就不排除是后天的 但即便这个画不是泛宽的 这也是一张颂画 就已经是国宝了 北宋山水绘画有个特点 特别重视画的意境 比如说四十山水中的烟陵平远 就是从近处的山 看远复的山 山林的颜色呢 有明有暗 你的视线也随着山林越来越远 这就有一种孤寂肃然的意境 而且都是大山大水 气势宏大的全景构图 北宋画师也注重施法自然 从画中感受到真实自然的质感和情趣 所以画的呢 也比较细密繁复 像绝景寒林图 连在山林间村落里 已在门上的人都画得清清楚楚 而南宋大多是山川小景色 画面柔和 线条婉转 笔记也就简化了很多 不像北宋那么注重写实 除此之外 推断他是宋画 还要看他的材料 比如明末有一类书法都写在林子上 这就是明末时期独有的 一看材料就知 你再看自己风格 如果是那时候的呢 那肯定东西就是这时候的 专家都能够通过材料来判断他的年代 比如唐代都用的硬黄纸 看画呢 首先的客观条件要达到 就是要看画的材料 那么从这幅画的捐上看呢 它就是张宋画 是元代或者明代装表的 画新呢 就是宋代的 因为这画新呢 是由三张捐拼在一起的 宋朝那会儿没有巨幅的捐 所以那时候留下的作品呢 都是拼成的 我们讲过的董元的西岸图 就是拼的 同样台北故宫收藏的西山行旅图 也没有写款 也是在画幅右下方树荫草叶中 发现了范宽两个字 这款到底是不是范宽所写 也是个谜团 这时候有个可能 就是写款并没有形成定制 目前发现好多宋画都是孤品 不像元代以后的画 一个人不同时期有好多作品 可以去对比真假 我们看齐白石张大千 不同时期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有大量的画可以拿去对比 确认他到底是不是齐白石张大千的画 像张木居先生收藏的 展子谦游春图 是另外一种情况 宋元以前的就是孤本的画 他到底是不是画的 人名只供记录用没有任何比较的含义 所以我们不必纠结这画 到底是不是范宽画的 对于高谷书画 最重要的是够不够年份 年份第一 先从客观条件 比如画的纸来判断它够不够年份 再来看作者的名头 雪景寒林图 自宋代入宣河画谱以来 其间几百年的历史命运多传 到了张家也就半个世纪 然后赶上了十年动乱 被查抄走了 当时张家也不知道这画的下落 就四处打听 听说刘光启是文物清理小组的组长 张家就托人找到了刘光启 刘光启就说 这画好好的 在那儿吧 放心吧 估计张书成自己就想 这画当年在我们家的时候 都舍不得拿出来看一眼 现在这东西就这么散了 想来想去也是悲哀 只好想想古人的话 宝物聚聚散散都是命 后来在1981年 张书成先生已经83岁高龄了 惦记着这幅画以后得有一个固定的安身之处 就决定把它捐献给天津博物馆 这才让他成为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张书成先生在1995年 1997岁的高龄去世 生前他把他们家的传家宝变成了国宝 国宝情未了 下集听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